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呼籲市民減少家族聚會 有機會構成交叉感染 其實這是最主要因素 那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任何東西 你覺得它會加強氣募風險 一輩子的飛沫 當它減出來的時候 在空氣中水分蒸發的時候 有一部份體積會縮小 當它縮小到低於5微米才算 它就會容易被空氣中沿浮 那些我們可以叫氣溶家 或者冒化的情況 這粒子其實可以吸入性 可以吸入肺裡面 可以吸入肺裡產生傳染 而且因為它們這些體積小 它本身的重量很輕 我們有任何氣流可以沿浮空氣一段長時間 它可以飄得到地方軟了 這些病毒其實很多時候 都影響我們的呼吸度和腸胃 我們上呼吸度裡面 包括眼黏膜和口鼻黏膜 即是口鼻黏膜 其實裡面如果那些懸浮粒子裡面 接觸的地方都有機會傳播到 不需要一定吸入肺 所以變了那個風險裡面 如果它真的產生大量的懸浮粒子的時候 是一個風險是大的 尤其是我們不一定需要吸入肺道 就算我們帶了N95 其實保護我們不完 因為眼裡有東西 也可能會染污我們其他皮膚 其他地方 我們再碰到的時候 都有機會再帶入那些黏膜裡 都可以有感染 曾經是人流密集的戲院和卡拉OK 疫情發生後水盡鵝飛 風險大不如前 但是很多墨幣空間仍然危機四伏 唯一有些比較上是多些問題 有些墨幣的船艙 因為船艙的設計裡面 這些地方比較通風是差些 和墨幣 可能是不同的船艙之間 其實那個空氣是循環的 即是大家用的系統 其他可能的 有些比如說是你的電梯 電梯裡面其實都可能是一個 比較密閉的空間 有時的風險會大些 因為電梯裡面很多時候 因為防火的問題 電梯槽裡面的空氣 和電梯裡面的空氣 不斷循環 不斷循環 它其實裡面那個 你不打開門 其實裡面它那個 相對的氣流其實是沒有漏洞的 吃煙的懸罰粒子 那些不關事 吃煙的懸罰粒子 是煙正出來的懸罰粒子 煙是對身體有害 但煙的懸罰粒子裡面 不會帶病毒 是我們自己咳出來的飛沫裡面 光了之後 當它蒸發了水分之後 它變成一些飄浮的東西 但當然還有些很特殊的環境因素 是什麼特殊的環境因素 就是說你好像當年 淘大花園那樣 是懷疑那些糞便或者洗肚水 是沖到廁所裡 然後那些喉裡面 是因為那個水的衝擊 有一個冒化作用 而那些冒化在喉管裡面的冒化作用 由於U型水位是有問題 即是沒有水乾了 當你開抽氣線的時候 又關著廁所門的時候 有機會將喉管裡面這些 有冒化的東西抽回到屋裡 氣募傳播令人人致危 究竟傳播風險在什麼情況下會加強 基本上是有兩個情形 一個情形就是說 你是騷擾那個 即是說有些東西入侵的氣管 令到譬如你插喉 或者是做氣管鏡 抽痰 那些令到你是有些很強的氣流衝進去 然後接著又是病人慢咳 那個就會產生一些 氣募化的機會大很多 另一個裡面的比較上是 有可能有一個風險就是 雖然那個正常這個病人咳 和那些它散出來的氣霧很低 那個感染性其實是不真的 那麼強在正常的一般生活上 但如果風間很密閉的 完全不通風的時候 當它時間久了的時候 那些氣霧裡面 那個濃度升高的時候 有時候會帶來那個風險 但是一個比較好彩的就是 在絕大部分的呼吸病毒來講 其實見不到這個是一個主要渠道 因為剛才說的因素 因為我們正常活動的時候 產生這些冒化的情況 其實是很少量 和它們本身帶的病毒 是會少 在一個環境的傳播時間不長 所以其實真真正正 我們主要靠這個傳播的呼吸道的感染 其實是相當少的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梁子超呼籲大家減少外出 這一段時間 宜山不宜醉 多人的家庭聚會應該避免 更要讓密閉的空間盡量通風 以減低各類的傳播風險